中华英雄王洪翔以及我们的著名的评论员巴西柔術推广人王延博 两位小时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延博 大家好 我是王洪翔 那今天的我们三王组合一副半排的王炸组合将为您带来今天的结束 是 今天晚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我们场上所有的选手能够给我们精彩的表现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这个63公斤级功夫之王八人战的第一场比赛了 穿着金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红方来自中国兴舞创新的王志美 而蓝方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埃德莲马克西姆 是的 63公斤级啊大家知道这个级别的世界上这个比赛的选手也很多很多 没错啊因为他们具有着速度啊也有着这种灵活 而且本次的马克西姆呢是降体重跳级到63公斤 原来的本体重比赛的都是67或者65公斤 也就是说这位选手降到了这个体重 是平时的体重应该超过了70 那不是 比赛降体重降到这么多啊 看看会不会影响他的这种体重发现的这种啊 如果不影响体重呢他本力就会比较优秀了 这优秀了对 两位选手的年龄还是有一些差距 王志伟是95年的选手 马克西姆是88年的选手 没错 那马克西姆本次来自马尔斯庄啊 ITSA的67公斤级的冠军 2015年SK Super Combat米兰战的冠军 这次过来这位选手已经做了冲突的准备 而且在减重方面呢可以说是在这团队三天的时间啊才把这个体重完全控制下来 非常专业啊 没错 王志伟呢观众朋友很熟悉 大发的干涉 很有爆发力啊 在场上有这个李小龙的这种感觉啊 是 也是信物创新 目前这个级别的这个当家花旦 是 王志伟的出场音乐也很有个性 没错 刚才这个前作一出 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对 这一串这个 马克西姆这一串的连击啊 不错啊 是深土的结合 是 王志伟 对 大家知道啊王志伟以灵巧啊速度也是著称的 两位选手可以说是在场上是踢这个速度和连贯啊 是 是 一个清明一个凶 加上一个王志伟 我们四个就真透成两下了 哎 对两步牌 王志伟刚才一个DV的右侧摇臂做了一个左侧摆拳 感觉上马克西姆的力度更大 是 这位DV的达佛 是 清武创新一直是在想着让把自己的选手从这个反打 自由国际化里面找到一条路 是 目前你看他的选手王志伟 包括刘大成当中的选手都有自己一套的这种打法 对 王志伟也是在年轻的那种当中的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位 对 很有潜力的这样一位选手 是 王志伟目前的 在前面比赛的表现呢是缺乏这个队轰的这种震慑力 对 不太喜欢这个队轰 对 对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上了之后我们看出有所改观的 对 主动性好多了 而且王志伟的跳膝和转身反背拳啊 可是他两条这个重要的杀手锏 对 在我们的比赛里面呢会以这个有效打击 重击和侵略性王志伟主要的考量结果 对 哦 好了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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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第一局来看呢 这个王志伟还是也许以前的打法啊 以往打法比较清零 是 然后动作变化比较多样 啊 那么这个马克西姆呢 是 拿这种阵地战啊 然后 感觉比输害一些 对很凶猛 况且他呃 在防守方面啊 啊 比较严谨 然后打这种防守的反击 没错 那这场比赛王志伟感觉上是比原来这个增加更多的自信和对拼的那种气势 对 是 呃 站在我们这个年中盛典的舞台上 我们感觉王志伟也平时啊 这个确实要兴奋很多 对 没错 这场比赛可不是一蹴而起 是 那 那 我们 看 最近 我们 在第二回合比赛 加上 这 我们 我们 还可以 看 马克希姆是比较硬了 其实王志伟一直以来 对实际把控还是很准确的 缺乏的就是他的连续的进攻能力 而且呢这个在上一回当中 其实我们感受到 哦漂亮 两个后手达姆直接飞席 现在希姆创新团队呢 是全民飞席 这个所有的团队 球员都在研究这个技术 杀伤力大然后呢这个场面好看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运动员 实际使用实际掌握要求就比较高 是因为比较短 那洪翔老师说这个飞席啊 在运用中应该注意一些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实际上和距离上 呃 其实往往在呃 我觉得直接飞席有时候往往在对手的 这种距离控制上况且是 如果说在对手打对手一退的话 这个时候跟上飞席的话我的社会会更好 没错啊往往是打 会发特别是失重的情况 啊或者是 往前冲啊往后退 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 哦王志伟连续的心理 哦这下这个小看 忠心没有财稳 王志伟的东西 王志伟刚才有几拳啊 他打得非常的出色 哦 他连过上高 后上满 感觉上密度还是马克西姆要大一些 是 王志伟一直以来的这个密度呢 更倾向于他的这个重击和单击的有效率 应该说刚才在第一回合当中的两位牵手呢 这个表现都是很好 这一会儿我们看慢慢的好像马克西姆的这个逐渐要掌握场的节奏 这个推进行的选手 在找到对方如果进攻的杀伤力不是非常的大 是 他会选择跟对方打对攻的 对 那这一会儿如果说这个要让二位老师给王志伟出一出主意的话 应该觉得马克西姆现在这个弱点会在哪里怎么打比较好 我觉得王志伟进攻还是没有问题的 防守上我觉得稍有些软了一点点 特别是两个手的这种抱架上 因为王志伟本身的风格就以进攻为主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防守转换上进攻 进攻完了之后还要调一下 还要调一下 给我的感觉王志伟现在有一点打出火气了 在判断力上不是那么准确啊 一直想跟对方对拼 其实他最擅长的是自己在游击战中的这种反击和突击 对对对 不要跟对方打一样的风格 对方是最适应这样的风格 是的 所以说有时候的运动员在场上呢 这个有时候的一方面去这个击战术 一方面还要控制进攻的情绪 学会合理的运用 马克西姆在跟对方我们看区别在中间距离对轰的时候 总能占上点优势 对 因为王志伟并不善于此道 对 我们看连续的中阶 连续的中阶 对这个对王志伟的这个防守还是有很大的压迫性 没有必要跟对方打对拼 没错 马克西姆他喜欢打这个节奏 没错 距离啊 他喜欢站在那跟你对于轰 对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对王志伟来说应该更多的来移动 是 然后呢不要站的时候变成对方的把子了 没错 现在这个镜头里出见的就是西姆创新的双土星教练啊 朱斌张涛 马克西姆的教练来自巴斯庄全管的这个教练也出现了 对 其实志伟在第一局的时候进攻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特别是进攻完了之后这个这个谁这个马克西姆的防守的 啊马克西姆的反击上很快 他的防守上要要要要不就撤出来要不就是对头部的防守要加强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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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双方呢准备进入到接下来的一个回合 啊 王志伟看经过他的团队边角的这个指引以后有没有改变战术 这个在开始之前啊王志伟表现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兴奋 哎 主兵教练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让王志伟打完移动 打完移动这样的一个组织 走 好 第一面施滑 那么 马克西姆肯定是希望能抓住王志伟然后逼着王志伟跟自己打对攻 对 因为刚才其实在这个第二回合当中呢 我们看马克西姆已经是这个把他的调到了自己这个擅长的节奏 是 那现在就看王志伟能不能把这个场上这个局面那个扭转过来 没错 连续的低扫控一下 哦 双方的互相都是低扫 打进去了 王志伟 相对来讲 马克西姆还是更硬一些 是 那么王志伟更灵活一些 对 所以说两个选手还是各有这种他自己的优势 各有特色 而且马克西姆的拳法感觉准确度更高 更高一些 而且呢这个他从这个我们看从肌肉维度和肌肉力量上来应该说呢 就是力量会强一些 没错他是从65和67的比赛体中这种级别降 王志伟的身高高 但是呢这个身材上显得就跟对方比的稍微的轻瘦一些 对 我们看这个马克西姆的二次进攻啊要比王志伟快 就快 他觉得坚决一些 是 王志伟还是有些犹豫 嗯 王志伟就觉得你只要触碰到我全的二十年我就要打回去 打回去 嗯 而且对自己的进攻很自信 基本上不留什么手 是 我们看 哦 连续上钩不钩 王志伟的顶膝 这一局王志伟的这个飞膝和膝法 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比较这个全新的感受 是 有很多的这个亮点的试团 没错 三大膝的选手都把膝法练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是 是 漂亮 后手打斧 转送了那拳 好 走 王志伟对自己这个动作很难以 好 好 麻烦警告了一下这个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还要全身关注 是 上攻 扫踢王志伟 定西 王志伟的西今天用的不错 对 据说啊 只是据说今天新武创新的当家花旦 就是方便上场也可能会用自己的西法 哦 这个提前剧透了啊 以后我们还是期待一下 是 原来方便的这个三变大宝呢 是 组合拳侧踹还是截腿摔 嗯 今天看会不会出现一些西法 有没有新兵器出来 对 哦 什么 马克思伟的这个拳的路线找的比较开阔 是 不会纠结于这个直拳或者摆拳的平面 上钩拳鞋上钩的这个运用也比较多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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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人的鸡打的路 就是这个西马路 变得很多 对 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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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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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